最近我們都知道 國家加了兩個新的香港非為入了國家級 過去香港有10個微錄 加上最近這兩個 總共到現在為止 我們有12個國家級的微錄 我們知道朝人的優蘭會 這個優蘭聖會是我們國家級的一個微錄裏面 已經很早登入了 我們已經有4個香港非為的項目入了國家級 當然我們朝人的優蘭聖會是其中一個 影響力是比較大的 今天我們集中講到優蘭 優蘭的小小的歷史 我們經常都聽到穆年舊母 或者是歷史方面 歷史方面兩位就比較熟 或者我希望胡先生 我們都講多一點優蘭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聖會為什麼會突然加到聖會呢 優蘭為什麼會加到聖會呢 這四個字是怎麼組合呢 胡先生 是 優蘭聖會其實最早就是 源於西晉時期佛式優蘭盆京 就講到一個穆年舊母那個典故 他的故事內容就是講到穆年 他就得到六神通這個本領 他為了要報答他父母的養育之恩 由於他母親生前作業深寵 死了之後就落去地獄道那裡 他有了六神通管領的話 他曾經嘗試用他這個法力 去請求他母親脫離地獄的苦難 由於就失敗了不行 他就請教佛婆 佛婆就叫他在農曆7月15日 那天就是爭治之日 那天最多爭種是站在一起的日子 以那些白味五果 一些吸灌盆氣 香油定竹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食物 去供養那些爭種 藉著去供養爭種這些功德 就可以換到他母親脫離地獄苦難 其實佛婆婆最早就開始 就在南北朝都有些帝王 已經好像梁武帝 在同太子舉行的余南盆齋 那時的形式就是供佛齋爭 以報答父母祖先的恩德 那時是強調一個孝親會 到了唐宋時期 余南盆的形式有些變 因為那時就開始流行一些 叫做私食法 那個時代就不單止 是關愛我們自己有血緣的親人 對一些沒有血緣的親人 那些眾生都是得到救濟的 除了去救渡我們那些親屬之外 那一些沒有人制止的亡民 我都經過一個私食的儀式 都是去救渡他們 那時就慢慢就發展到一個 所謂由余蘭盆會 開始由余蘭盆會 開始慢慢就形成一個余蘭盆會 其實聖會這句話 很多人經常問 為什麼又叫余蘭聖會 聖會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叫一個殊聖的法會 殊聖是代表一個超絕行有 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由於我剛才說的那個私食法 是對一些亡魂孤人野鬼 其實這個私食法會 對一些亡魂野鬼來講 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叫余蘭盆會 慢慢轉為一個叫余蘭聖會的形式 所以有了聖會這件事的出現 大概知道余蘭聖會這個詞嗎 清朝、宋朝一定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如果看資料文言 其實開始在宋以後 到清已經慢慢有聖會這句用語 這句慢慢有出現 因為早期有些叫余蘭盆齋 余蘭盆會 後期發展到余蘭聖會 因為牽涉到一些孤人野鬼 一些私食 這個私食法 其實到我們現在 在余蘭聖會 朝人余蘭聖會 或者一些其他族群的余蘭聖會 都是有這種私食法的 我們就叫做瑜伽獻口 我們叫做放獻口 有些叫做上座 有不同的形式去形容這件事 現在這件事反而變成在余蘭聖會 那個儀式裡面 反而還有一個不可缺少一個部分 在一些寺廟面前 供佛齋爭的形式 變到現在對一些亡人野鬼 進行一種私食的儀式 活人方面我們都有派賣的 算不算呢 其實如果派賣這個活動 可以說是青中葉開始 余蘭聖會開始慢慢變了 因為那時青中葉在潮傘地區 基於一些政治因素 或者一些天災 當時那些善堂善舌 就開始紛紛成立 成立的數量就越來越多 那時候的余蘭聖會 又變成了什麼呢 將一個宗教信仰 和一個慈善祭品 融合在一起 那時候善堂的功能 就是維護一個社會的安定 還有一些輔助 一些貧窮需要的人士 其實善堂的功能性 其實那時候都很重要 剛才說對一些窮人的救濟 當時的形式就是善堂 召集了一些叫人去捐獻 一些祭品 通過這些祭品 我們首先在余蘭聖會 我們最後那天 我們有一個私食儀式的 就是將那些祭品 通過一個金剛上司 將那些祭品 將它的轉換為 給那些官人野鬼去吃 他們所謂叫做一種吃它的真氣 吃它的氣 而那個祭品 其實通過儀式之後 那個概念好像那些米那些 已經是淡而無味的 淡而無味這些東西 就不要浪費了 他們就會 就是我們所謂一送兩吃 祭品 做完儀式變成儀式祭品之後 之後我們就將它變成夠祭品 去幫助一些貧窮 或者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所以我們就說 祭貧師姑 又幫一些窮人 對於一些陰界 一些窮人野鬼 他們又得到舊債